而在台東地區則是出現了一名漏油怪客 把民眾提放在民宿外面的重機煞車油 機油都漏光了 讓車主份額報案 台東解分局受理之後 調閱沿途監視器也鎖定了相關的嫌疑人身份 積極通知到案要深入調查 他把機油漏的時候用這個袋子裝起來 民眾指著排水溝旁的塑膠袋 因為袋子裡的殘留物 疑似就是他機車裡的機油 日前一名重機騎士 將重機停在台東市新興路的附近 結果竟然招惹惡意將機油以及煞車油給漏光 而且機車零件也遭到破壞 讓該名重機車主氣炸了 於是報警處理 請求警方的協助 當時就是發現我的車子 煞車起來怎麼怪怪的 啊一踩下去的時候 那個整個後煞的那個完全是空的 然後看到那個 剛好後面有那個 汽車啊直接按我喇叭說我冒煙 然後我就停下來直接看了 就直接看到我的機油那個地方是露出來的 然後煞車油那邊的管線是被直接拔掉的 而台東分局警方在受理報案後 也已經指派專人 調閱沿途的監視器 並掌握嫌疑犯的身份 我們所受理報案後非常重視 立即指定專人調閱沿途監視器 目前已掌握嫌疑人身份 積極通知到案深入調查 而機車業者則表示 如果在沒有機油的情況下 機車高速運轉可能導致引擎損壞 而且煞車油被漏光 也會導致機車的煞車功能無法正常運作 十分的危險 目前整起案件正由台東分局調查偵辦當中 要調查釐清嫌犯的犯案動機 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記者成績的影台東釋報导 好適合 好適合